人活一世 很少有人能事事顺心 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烦心事 面对这些躲不掉的烦恼时 有人一笑而过 有人耿耿于怀 真正活得累的人 往往是那些太过较真的人 心里装了太多烦心事 自然快乐不起来 朱光潜先生说 人生第一桩事是生活 其实能把生活过好的人 大多都有一颗简单的心 遇事糊涂点 对人不计较 对自己也不计较 才能活得潇洒自在 心越简单 人越幸福 倪平在《姥姥雨露》里讲过一个故事 刚解放的时候 要划分地主富农 村里有富裕的人家 怕自家东西多被划分成地主富农 想尽办法藏东西 有一个邻居 把几十匹布藏到姥姥家 姥姥担心邻居真被划分成地主富农 她家的五个孩子受罪 日后的前程受到影响 决定帮这个忙 后来村委会劝姥姥把布匹交出来 姥姥说什么也不承认 哪怕一整天没吃一口饭 没喝一口水 她也一心只想着保住邻居一家老小 谁知多年以后在一次揭发会上 邻居为了保护自家的孩子 向国家表决心 竟然把姥姥帮他家藏布匹的事情揭发了 姥姥当时特别生气 气得嘴唇都发紫了 但事情过后 姥姥很想得开 知道她的本性不坏 也不和她计较 秋天家里苹果熟了 照样让孩子送去给邻居尝鲜 姥姥活得简单 什么人在姥姥眼里都有长处 就像姥姥说的 不管啥事你想不通 就到过来想就通了 什么人你看不惯 换个个儿就看惯了 姥姥之所以能活成村里人都羡慕的对象 不过是因为内心澄澈简单 能体会到别人的不容易 在帮助别人的同时 也让自己获得了幸福 作家马德所说 这个世界看似周遭嘈杂 各色人等泥沙俱下 本质上还是你一个人的世界 你若成澈 世界就干净 你若简单 世界就难以复杂 大道至简 烦在人心 生活里太多的烦恼 其实都源于自己的内心 心若计较了 烦恼便会越来越多 心若看开了 烦恼才会越来越少 人活一世 心越简单 人才会越幸福 复辟是北宋时期的名相 年轻的时候呢 就懂得做人要糊涂一点 有一次他在大街上散步 后面有人指名道姓地骂他 有路人过来悄悄地告诉他 某某在背后骂你 复辟毫不在意 很淡然地对内人说 大概是骂别人吧 路人又说 人家指名道姓在骂你呢 怎么可能是骂别人 复辟假装糊涂 怕是在骂别人吧 估计是有人跟我同名同姓 如此一来 骂他的人也感到不好意思了 惭愧地向复辟道歉 看到过这样一段话 人生在世 有的时候的确需要聪明 但更少不了糊涂 聪明虽然不可或缺 但有时候也需要糊涂一点 人生在世 难得糊涂 糊涂一点 才会少一些计较 多一些宽容 少一些烦恼 多一些自在 相反 如果事事计较 把什么都算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反而是一件自寻烦恼的事情 白岩松说 人生的两个基本点 是糊涂点 潇洒点 糊涂是一种境界 能做到的人 多半活得更潇洒 潇洒是一种状态 活得潇洒的人 多半活得不计较 事事不要看得太真 人心都要看得太轻 经历越多 越会发现 活得越清醒的人 越痛苦 反而是糊涂一点的人 宁愿吃点小亏的人 倒是活得更洒脱一点 就像莎士比亚说的 与其做愚蠢的聪明人 不如做聪明的笨人 恰到好处的糊涂 不是笨 而是一种通透 是为人处事的 最高级的智慧 三国演义里 有一个情节 关渡之战 曹操大获全胜 随即曹操将缴获的 金宝断匹赏给军士 在整理其他物品的时候 从图书里 翻到一束信杂 打开一看才发现 都是军中的一些人 早已和袁绍 暗中书信勾结 出卖曹军军情 身边的人一时大为恼怒 希望将这些叛徒 逐一点对姓名 然后杀掉一节怒气 但曹操却一反常态地说 当初 袁绍兵力强过我们 我自己亦不能自保 更何况是这些人呢 最后 他做出了一个 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的决定 让部下将这些信件 全部烧掉 对此事也不再过问追究 在遭遇背叛的时候 能做到如此大度的人 其实并不多 越是聪明的人 越是懂得退一步 退一步 有退一步的从容 忍一时 有忍一时的豁达 蔡根坛里有句话也说过 路径窄处 留一步 与人行 滋味浓时 减三分 让人拾 做事 留三分余地 做人 才不会斤斤计较 很多时候 我们之所以活得苦不堪言 不过是因为 对人对事 太过较真 做人 若太过较真 容易把自己 逼进内心的困境里 走不出来 越挣扎 只会陷得越深 就像张爱佳说的 如果你对生命中的 每件事情 都非要去寻找 一个答案的话 等于是给自己的人生 上了一个枷锁 人生苦短 与其把精力 用在计较上 让彼此都不舒服 还不如学会释怀 让自己的心灵松绑 轻装上阵 欣赏 生命途中的美景 欲试不较真 才能活得自在 过得舒心 罗曼罗兰曾经说 人们烦恼迷惑 实在是因为 看得太近 而又想得太多 很多时候 我们之所以烦恼 是因为看不开 想不通 放不下 人活一世 总有太多的 纷纷扰扰 会困住我们的内心 不能及时 跳脱出来的话 生活便会 越过越糟心 越过越复杂 其实 人生到最后 活得不过是一个心情 心 简单一点 幸福才会多一点 人糊涂一点 生活才会顺一点 正如有句话所说的 岁月如梭 人亦老 何苦天天寻烦恼 活在世上一分钟 就要开心六十秒 人生不过数十载 糊涂的过 简单的活 幸福总会和我们 不期而遇 往后一生 愿我们都能做一个 简单而通透的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年回清楚记得 风清过 耳边速度微生 朝夜清晰感觉 你每一步 扬起小小飞尘 爱在奔跑的人 爱世界维系成一种 属于自己和梦想之间 做好准备 披心带跃坚持的平衡 一直到心跳响在风间 直到脚印只向微微笑的梦 变成浪浪晴天 你知道虔诚路不远 直到目的地出现 直到世界把你看见 天是奔跑的你 在天和地之间 写下了想亮的姓名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